首先来做香料包 所需要的原料有 缝发酵 5克 2克 把这些所有的香料 倒入一个香料包里面 然后在水里浸泡 5到10分钟 去除上面的泥沙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 QQ 136 5258 900 136 5258 900 然后中间尝一下 让它在水里面浸泡 5到10分钟 下面来做牛骨高汤 做牛骨高汤所需要的原料有 牛骨头 我们可以选用牛腿骨 牛鲤骨 牛鲤骨 牛大骨等等都可以的 1公斤 1公斤 冲板和冲段 60克 料酒 60克 姜片 60克 1公斤 另外呢 我们还换一块牛肉进去煮 把它煮熟 这是做配菜用的 大火把烧开 烧开之后 大概煮 30分钟左右 就煮好了 然后捞出 好 下面去给牛骨头焯水 冷水下锅 冷水下锅 开火 再加点水 放点姜片 料酒 姜片和料酒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去腥的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 大火将它烧开 QQ 136 5258 900 136 5258 900 水烧开了 再烧一到三分钟 去除骨头上面的血色或者其他的脏东西 好 现在已经可以了 关火 把它捞出 然后把它冲洗干净 准备一个不锈干筒 里面装5到10公斤水 然后晃入刚才焯好水的牛骨头 然后晃入骨头 姜片 葱段 炒 料酒 还有这个牛肉放进去把它煮熟 然后捞出 还放入香料包 香料包在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 煮半个小时就可以捞出来 开火 大火加高汤烧开 烧开之后转小火 煮五个小时 下面来制作冷面的面汤 冰水